这个人其实就是一个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 就是他所有依靠的资源 我觉得全都是跟起的资源 就是他通过孟俊认识我 通过我认识 对不对 二狗 然后骗到了二狗 给二狗叫去了以后了 又喝酒又KTV 然后喝酒不满单 然后KTV给人喝 可能是两三百块钱的酒 告诉二狗七万多 二狗在那里面 卖号卖了五天 没卖出去 团转转 然后还垫付了四万六 本来说是垫付 二狗这个人其实很精明的 你让他借钱 二狗是肯定不会借的 他说我现在转给你 但是不一定到账 给二狗发了一个当时的支出宝的单号 就是正在处理中的 第二天二狗的支出宝还被冻结了 主要是让二狗其实就礼拜里 去旅游了五天 喝了点啤酒 做了个经济舱 喝了点白补的酒 做了个经济舱 就回来了 其实最后也没啥损失 也是算是结大关系 酒喝了 飞机坐了 休息了五天 合理矿工 还给大家带来这么多资源 还顺便对不对 给玉岛排了一下雷 我觉得二狗辛苦了 二狗辛苦了 谢谢二狗 谢谢二狗 二狗 二狗这波不亏 而且这次我还知道了 二狗的黑料 二狗为了维护这个老板 他们房门钓鱼岛 我跟你讲 那个视频只有两个人看过 只有我跟老李看过 说因为那个视频 一旦流传出来的话 他们影响 影响和谐 你知道吗 真的当时当时他喷 钓鱼岛的那种 那种表情 跟你们讲 影帝都影帝都演不出来 那个视频都不敢往处放 放完以后 鱼岛的是一位老板 当场爆炸 不算我 十个老板 我不报 都是兄弟 节目向我没有办法 那个东西我看完 我就直接删了 留 我就想 对不对 不想存在我的手机里 影响我们两个兄弟之间的感情 我已经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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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经典录的 不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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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找二狗要吧 问问二狗怎么喷钓鱼岛的 当时他加盟以后 都谈得好了吗 因为 在前三天时间 二狗虽然发现有问题 但是他坚持还认为 老杨是他的杨哥的时候 对不对